Hello,大家好,我是Mr.劉备 今天我会跟同学们一起导读 Sajaratin Katandua Bab Tujo OK,我们继续看Bab Tujo 124页 OK,好,7.2 Wahri-san and Suhtanan Mal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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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hang Pahang Tengganu Tanserangong 好,在上一个 Pahang,Pahang,Pahang,Tengganu Tanserangong 这四个王朝是怎样来的 好,现在我们讲的是Wahri-san 什么是Wahri-san呢?Wahri-san就是 遗产 就是Legacy 好,就是有什么传承到现在的一些 呃,一些精神,一些文化 OK, Sajaratin Katandua,Pahang,Pahang,Tengganu Tanserangong,Mimileki,Gayunita,Malayu Mal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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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呢,这四个王朝啊,其实就是 呃,Malayu Malayu Malayu的 直接 继承的王朝,OK 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再跟大家 重新复习一下,So,Malayu Malayu 这个呢,他有分成三个不同的 呃,后人,就是他继承王朝有三个,一个是Johor Johor real 一个是Pahang 一个是Pera OK 好,这Johor呢,他本身又是 开展了,Tengganu 跟Selangor,所以呢 呃,总结讲呢,这五个州呢,都是Malaka的 直属的 呃,文化 或者是他的血统的继承国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1个呢,是System Permanent OK,统治制度 OK,所以呢 呃 呃,在这个Wahri Sun System Permanent 从毛甲王朝旧承下的就是 苏丹 OK,苏丹呢,是Tonggak Utama Graja 是一个王朝的 呃,轴型,王朝的 主轴,就讲呢,整个王朝呢,是以苏丹为主的 好,然后呢,他的继承 Pahangtian Permanent 是Pahasadaptamagong,这个是 天门工法 好,在Peraq呢 好,Peraq比较特别,Peraq呢 呃,王子呢,是有机会继承王位,可是呢,要经过一个System,叫做System Pergilliran,就是 轮流制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呃,每一个州呢,他们都是有这个System Permanent,4倍数的大乘制度 OK,好,第1个是Pahang,OK,Pahang呢,他是继承,他是用这个System Permanent data,OK 就是 呃,所谓的第1章子继承法,OK,继承法 OK,继承制度 好,所以呢,太子,或者叫做我们所说的王储呢,叫做Tungu Makota OK,就是 呃,太子 所谓的王储啦,OK 啊,王储呢,就是 Crab Prince,就是呢,如果苏丹过世的话呢,他就会继承王位 好,所以呢,呃,王 苏丹的 旧苏丹的那个登基呢,也要得到 旧马啊,帮观地拉扎的同意,就是 王家的议会,OK,王家的一个 一个旧马,帮观地拉扎 好 然后喷恨呢,他也是跟毛奖一样呢,是用这个4倍数的 大乘法呢,有4个大乘,8个,还有16个 OK,好,最大的4个大乘的就是 欧兰盖亚,都是欧兰盖亚的,所以看到欧兰盖亚呢 OK,就可以想到是帕汉 欧兰盖亚 欧兰盖亚兰盖亚兰盖 王朝的统治呢也是跟王朝的周议会 ok 就议会一起进行 好这个呢是很很周的王家的那个Karis马来短见 好第二个是Pairag好Pairag呢是比较特别 ok这个技巧同学们Pairag使用的是System Pergilliran ok就是轮流制 轮流制呢就讲了王位呢他并不是爸爸如果是一个苏丹过世啊他不能把王位传给他的王子 不能这样传的王子传出的不是 而是几个家族他们是轮流的OK轮流呢就是 如果这个苏丹过世啊这王位呢会传给他另外一个 呃比如堂哥 啊或是另外一个 男性家族的一个传人就传来传去ok 所以呢一直传到呢 啊才可以传回到他自己家族 ok好所以呢这边是这个轮流 轮流法的 这个整个顺位继承人 ok好第一个苏丹所以苏丹过世的话呢会传给这个Raja Muda Raja Muda他不一定是苏丹的儿子啊 Raja Muda他可能是 另外一个家族的 长子 甚至呢Raja Muda呢也比 苏丹还年长了都可能 OK Raja Muda从来Raja Dihil 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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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hil OK接下来有六个Raja 所以呢他们就会传来传去OK传来传去呢传到 呃就呢会回到 那个苏丹的家族 总之 这六个是来自不同的家族了 这个不同的家族啊所以呢有可能就一个呢他是 跟苏丹呢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是他的儿子 王子 真的他不是Raja Muda可能是Raja Dihil OK所以呢要等到 每个呢都 排的上去先 啊才轮到他 OK所以这个是System Raja Dihil 好 好 So 佩拉州的行政制度呢也是跟这毛奖一样的都是 OK OK 好这边呢他跟佩拉州一样呢也是用 Orankaya 好 可是呢后面的名称不一样了 好 Orankaya Hara Sury Maharajah Orankaya Prissa Maharajah Dirajah Orankaya Dengengong Badukarajah Orankaya Mantari Badukar OK所以呢这四个呢是 佩拉王朝的四大重臣 好一样呢整个王朝的统治呢也是有他们的王朝的议会来一起 去领导 去 统治这个王朝 好 佩拉州呢是 Taming Sari OK Taming Sari 跟那个汉座的那个剑的名字呢很像 Taming Sari Oran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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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了就是 寄承法 寄承制度 OK 寄承制度呢它的王子呢它的王寿呢叫做Yang Dipatuan Muda OK 所以呢每个州每个王朝不不一样的名称 OK 刚才很很走的叫做 Tunggu Makota 这个是Raja Muda 这个是YangDipatuan Muda 好 Dipatuan Muda Dipatuan Muda OK这个 这个 怎么 怎样讲的就是 设政 设政厅呢王室设政厅呢他们是有权利 选跟为人苏丹 OK OK 好就讲的这些阿利呢都是阿利的 Millet Damanjadikan Raja 这些 这些成员呢是可以 选择 或者是为人苏丹 好所以呢 Dengganu呢他们的 一样的 一样啦也是有这个 Margis Mersherat Raja 就有王朝的 议会 OK王室议会来 统治整个 Dengganu王朝 好这个是Korris Panjan di Raja Dengganu OK 好接下来这个呢是 Selango Selango也是 是一样 Raja System Panwarisand Data 就是继承法 OK所以呢这四个王朝啊这四个州啊就有Peraq呢是用Pegiliran 其他三个呢都是Panwarisand Data OK Panwaris Kanti呢王室那是Raja Muda OK好所以呢这个跟Peraq是一样的名称 OK 本来这个苏丹呢就个的阿达 Nasihat Nasihat 所以呢 要为一个苏丹呢是要得 得到 这个 Denggan di Raja的 批准 OK本个Sahan 他的 Verify啦要需要他们Verify Denggan di Raja呢 Bentang japan membantu的 Malasati Sutan Denggan Fongsi Baginda Anda Angkota Denggan di Raja Muda Tenggu Laksamana Tenggu Benahara OK 所以在Denggan里面呢包括 王处本身 以及Laksamana 就是 海军元帅 以及Benahara 就是宰相 好一样 每一个中的都这个 Marjus 就是王朝的 议会 好这个是 Sahan 州的 短间 Burut Burayun OK 好所以呢 这边一个总结呢就是 System Bumbasa Embad Lipatan 就是 4倍数 OK 4倍数大乘质 这个4倍数大乘质呢 是来自于马六家王朝 然后呢通过 这4个王朝传承下来 就是 Pahang Pahraq Denggan Ru 跟Selango OK 好 Agamit Islam Dalam Bermarindahan 就是 Islam教呢在 王朝的行政里面的角色 好所以呢 一开始 马六家王朝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 Busat Banjabaran Agamit Islam 就是 Islam教的传播中心 所以呢 其他的 王朝啊 就是马六家王朝 灭亡过呢 就 继承了这个 这个传统 所以呢 Islam教呢都是 每一个 州 每一个有王室的州的 主要的宗教 然后呢在我们国家 我们的 联邦宪法里面呢 Pumbaga Malaysia呢 Islam教呢是我国的 联邦 宗教 官方宗教 好 这边呢有讲到呢 Islam教呢在这四个王朝 彭亨 Pera Dengarno 斯兰国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呢 苏丹 OK苏丹呢是 Gatua Agama 就是宗教领袖 每一个州的宗教领袖 好 这个他的位 他的地位呢是 已经是在 联邦宪法 以及 Undan Tumbo Kraja Negeri呢 已经是 写到清清楚楚了的 Ecdui Agama 就是宗教的机构呢 在每一个 这个 州呢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后呢 他们的权力呢 我们一定要尊重 比如 Peraanam Mufti Kati Makaman Sh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OK就是宗教师啊 伊斯兰教法庭啊 以及 宗教局 这些呢 这些呢都是 属于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啊 OK 好 Ecdui Kraja Kraja Negeri Katan Arapat 跟Ecdui Agama 就是讲呢 王室呢 跟宗教呢 是有一个很 密切的关系 OK 然后呢 一些宗教的那些 Tokotole 大人物呢 他们呢 都是 在 宫廷啊 在行政上 都是有很重要的角色 就好像 这样 在斯朗诺中呢 Mufti Mufti呢 是州的宗教师 OK Mufti呢 他就是本身 就是Dewan Derajah的成员 所以Sultan呢 他们有责任 呃 跟讲啊 Mendalakam Shar Sharit Islam 就是他捍卫 伊斯兰教的 主权 所以 Towliya Pachamma Agama Dikla Kraja Olet Pachamma Islam Sharit Towliya Sultan 就讲呢 呃 Towliya 就是Pachamma Agama 就是一些 宗教的一些 一些演说 一些课程啊 都是呢 要经过Sultan的 签名 OK才可以发出来 好 总教来讲呢 Agama Mendala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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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宗教呢 是 能够让社会呢 形成一种 道德价值观的 一个很重要的 判断 一个指南 阿玛 Islam Mendalakam Pac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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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伊斯兰教呢 在行政上的出现 证明了 国家呢 是注重宗教的教育 好 来我们看第二 下一个呢 就是 立法 佛文当案 好 在早期的 马来王朝呢 他们立法呢 是 来 我们 就是 在维护 社会性的生活 好 Hukum Kanum Mendalakam 马来王朝的 法典呢 是 每一个州 每一个马来王朝的 阿萨 就是他的基石 就是他们的 共同的源头 比如 Hukum Kanum Pacham Hukum Kanum Pacham OK 这都是来自于 Hukum Kanum Mendalak 好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 好这个呢 是Hukum Kanum Pacham OK 这个是当时候呢 是 1992年到1614年 所自定的 就是一个发生 1992年 Pera 这个是 1752年到1765年 自定的法律 OK 好 这个是PT中的 OK BKanum Politik 和Economy 每个国家 不在乎 不在乎 所以呢 Pahang Pera 等到 Selangor 他们自定法律 OK 自定 Undan 在东坡 的 Gran Negory 就是 为了 适应 这个 变化 所以呢 Undan Undan 你 Hukum Kanum K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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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一个王朝里面的法律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说明一个 公民呢 我们一定要 遵守法律 以及遵守这个国家的规则 OK 好 这个呢 就是Undan Undan Tungpo Gradia Pahar 这个是比较现代的 OK 州法律 1948年 这个 Pera 1948年 2011年 就推行了 然后 Selangor 1948年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每一个州的 Undan Undan Pagi Divri Gradian 好 来下一个 Adab Istiyadak 是一些习俗 Adab Adab Istiyadak 有Adoran Damp Pahar Di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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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angor Selangor 就是呢 从古至经 一直在做了一些 习俗 一些风俗习惯 叫做Adab Istiyadak 这些习俗呢 都一些习俗习 都一些习俗的 然后这些习俗呢 是 他是一个马来王朝的一个身份 而独特的一个遗产 好 有什么习俗呢 包括 结婚 Adab Gabgavina 以及 Adab Badab Dilad 等级继承王位 Adab Budniyam Dajai Busat 就是 称俗习 以及 Adab Istiyadak Bakam 就是 葬礼 一个苏丹的 驾奔 祖的葬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dab Gabgavina 就是呢 王子的诞生 OK 在王室 来讲到 王室呢 是用Gabgavira 就是 他们出生的 不叫 Galai 是叫 Putraan OK 这个是 出生的 王室的出生 他们的华诞 所以有什么 疑似呢 比如一开始呢 在 Hermon 还没有 在 还没 Baby的时候 7个月的时候 要 要 按一按肚子 门人 刚刚 就要推 推肚子 就确定 Baby的位置 在妈妈肚子里面 是正确的 就是头要朝向 要推 它朝向 它只会转 如果没有转的话呢 表示很危险 会难缠 这个是 Mamudakan Process Galai 就是 让出生的过程 比较容易 一出生的时候呢 Baby就要听 Azan 就是一些 诵经 一些祈祷的意思 OK Putuku 是要剪头法了 OK 就是 7天吧 不像 华人是满月 剪头法 根据这个 马来人的话 就是7天 OK Putuku Burantai 是把baby放在 这个摇篮里面 然后呢 他们也是会听一些 宗教的一些 诵经 Azlunna Bahabat OK 好 这个是出生的意思 Azlunna 如果王室的婚姻呢 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 Murisic Murisic呢 就是去打听 OK 打听对方的背景啊 或者他的人品啊 OK 比如 公主呢 去 他就派人去打听 这个王子 他背景 他人品 怎样怎样 这样 OK Beminang呢 是去求情 OK 去求情 就讲了 去 去对方的 讲了 就去提亲 OK 去提亲 Betunna 是定婚 OK Binnai Bersan 就是 Malam S Belon Majis Begayna 就是婚礼 前一晚 就是Binnai Bersan Batak El Puran 就是一些年经的仪式 Benikaan 就是结婚 Be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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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座 坐在王座那边呢 就接受大家的祝福 OK Sanda Be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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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坐在一个 这个通常是在外面的 在外面呢 然后有一些仪式 OK 然后呢 就是接受大家的祝福 好 这个是结婚的 王室的结婚仪式 Ishtiada Besan Besan 就是葬礼 王室的葬礼呢 首先 Tempo Besan 就是首孝期 好 首孝期呢 是由王室 就是由王宫那边决定的 OK 然后呢 在首孝期的时候呢 王室呢 也会给一些 像讲一些救济品呢 给人民 好 然后呢 这些 台那个遗体 OK 然后呢 台遗体呢 台到去这个 Tempo Be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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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室遗体呢 抬到去那个 墓地那边 好 然后呢 当那个 遗体啊 Denasa 遗体啊 安藏过呢 Norba 是不能 不能打Norba 因为Norba 是要种喜庆的时候的 OK 所以Norba 将会被禁止 所以整个首孝期呢 就不能 敲打Norba 好 图片看到的是 Saradirajan 就正在 呃 游行到这个 Tempa 就是那个 王室的墓地那边 好 所以呢 这四个州的 习俗呢 都是源自于 马六甲王朝 OK 所以这些 这些 呃 习俗啊 都是象征了 呃 马来王室 马来王室的地位 以及他们的 特别的 特殊性 OK 好 所以呢 这些王室呢 是很重要遗产 所以呢 要被 迪伯利哈 要被珍惜了 OK 好 这边有一个 呃 想讲啊 一个小小常识 又到 Tempo Pakabu Pakabu 就是呢 首孝期 好 首孝期呢 就是讲 呃 就是 大家不能娱乐 然后呢 要挂半期那种 好 如果是每一个 呃 每一州的君王 驾奔 Germanggatan 就有首孝期了 就好像 呃 之前 2001年呢 水原州的苏丹 苏丹 Salehuddin Abdul Asishah呢 他的首孝期是 40天 而 Pakabu 州那时候的苏丹 苏丹 阿斯拉 Muhi Muhi Budin Shah呢 他的首孝期是100天 OK 所以这100天呢 就州的那些政府单位呢 都要降半期 OK 以示尊敬 OK 甚至呢 一些娱乐场所啊 或一些娱乐活动呢 将会被禁止 OK 好 本苏丹 就是文献 OK 就是一些 当初的一些文献 好 So 呃 这边有几些 一些作品呢 一些career 比如一些历史的作品 这边一样的 这次是文献 是文献 在19世纪的时候 写的 Misa 是文献 是文献 文献 18世纪 写的 好 甚至有一些医学的著作 OK 吉他 吉他 Tip 1819年 篇写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 也是历史著作这边 一样的 就是释迦拉 好 这个释迦拉 是 OK 他是 由 删写的 是写的是 在19世纪 20世纪的时候 写的 好 下一个呢 是由 他写的是有关 释迦拉 释迦拉 就写的是 释迦拉 释迦拉王朝的历史 所以也是释迦拉 20世纪出了一些 世纪被记载下来 Sassara Raya 就是一些文学 文学著作 文学著作呢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上甘旧 里面读过的 埋文的时候 埋文故事呢 一个属于上甘旧 好 Higaya上甘旧呢 就是来自于一本著作 Higaya Blantuk 这位是 由这个Dain Aktuhamid 写的是Pera 里面有20个故事 OK 有关这个 上甘旧故事 好 另外本是Higaya Ismail Yaktim 是由东部Amba Mariam 写的 他是Dangalu的王后 好 所以呢 有很多很多著作 在这段时间呢 就这四个王朝呢 都有很多著作 就证明了呢 当时候的 马来王室的 马来王朝的社会啊 他们呢 是很注重知识的 而且呢 可是呢 就是呢 有一些 觉醒来 保存他们 马来王室的遗产 OK 所以呢 所以这些文献的出现啊 呃 强化了马来王的地位 以及当时候呢 是使用Javi 就是当时候的传统 马来王文字 就是早已文的 使用 OK 好 这个 经济 OK 所以 马来王 是一个很经济 繁荣的一个王朝啦 OK 好 然后呢 他把这个 灰黄的这个 那个信呢 pass到这四个走 就是Pahang Pera Dangalu跟Selang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本拉布汉港口 好 在Pera跟Selango呢 他们就比较 多 呃 贸易的活动呢 因为呢 他们有个很好的港口 海峡旁边罢了 啊 比如有什么 比如这个 瓜拉斯兰沃的港口 呃 Panggalan 巴图的港口 这个Selango的 啊 另外呢 Pera是有 瓜拉斯兰沃 Pera 所以都是当时 呃 很著名的一些三港 菩萨巴兰沃 好 而当时呢 有一些贸易的 哈绣呢 是包括 这东海岸呢 也是18世纪的 antropod 就是转口贸易战 antropod 就是转口 贸易 就讲呢 各国的商人呢 他们都会去到这个地方呢 就互相买卖 可以互相进行 转口贸易 好 当时的买一个东西呢 有elmas 有黄金啊 一笔码啊 丝绸啊 武器啊 糖啊 甚至一些森林产品都有 好 港口呢 是由沙班的 就是港主负责 ok 然后呢 他们也是有征收一些税务 就让整个脑衣的能够更加的懒惆 好 钱币 Mutter 1 Pera 州呢 他们呢 开始使用一些细致的钱币 叫做 Bidok 17世纪的时候 然后 Pahang呢 也是有Mutter 1 Pittis ok 然后呢 Mutter 1 丹邦呢 是19世纪才有的 最等级路呢 他们呢 他就开始用 一些金币 Mutter 1 Mutter 1 Mutter 1 Selangon呢 也是有用Mutter 1 Shilling 一些铜钱 这个是每一个 州 每个王朝呢 都有各自的货币 各自的Mutter 1 OK Economics Sara Diri Dri OK Sara Diri 是自主自己 OK 或者是自己自主 就是自己 种自己吃 OK 好 所以呢 好像农业啊 畜牧业啊 矿业啊 或者是森林 森林原产业啊 等等 渔业呢 很多时候呢 都是 为了满足 日常所需 然后呢 如果有多的话来卖 OK 一般上呢 都是先自用先 好 OK 矽矿呢 矽矿啊 它是Parrack 跟Selangon的主要经济 活动 好 当时候呢 Selangon呢 还是有中刀 OK 比如有甚至做一些水果啊 蔬菜 那Parrack呢 也是有一些森林产品 比如 Lotan 这Super Butter 就是犀牛犀 犀牛角 改改的是那个木 一些伐木叶 其实就是巴士介绍 好 这等高度呢 就有黑胡椒 以及金矿 OK 所以呢 每一个州呢 有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原产品 一些一些 Sumber OK 好 OK 所以呢 那讲完这一课好了 第七课呢 他讲的是 马六甲王朝啊 他把很多 X aspect 一些生活上一些 每一个层面的一些 领域啊 都pass给这四个王朝 Parrack 所以这四个王朝呢 他就继承了这个移产呢 他就把这个移产呢 给Mambakaya 就让它更加丰富 所以呢 就变成一个国家的特征 也是成为我们人民的 骄傲 OK 下次呢 我们会继续讲 另外那几个州 OK另外那几个州呢 是跟 马六甲是没有关系的 到底还有没有怎样呢 OK我们继续再讲 OK Bye